畫面可以看到 沙石車正準備要右轉 但是一旁有一名正沿著 斑馬線過馬路的單車騎士 他發現沙石車完全沒有要煞車的跡象 他趕緊想往一旁閃 但已經來不及了 沙石車車速雖然不快 但顯然駕駛完全沒有發現騎士的存在 當場就將人給撵了過去 目睹著驚險瞬間 一旁準備要過馬路的民眾都嚇壞了 停下腳步 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事情發生在29號下午3點多 台北市熱鬧的東區商圈 就在捷運中校復興站前面 這名50多歲的婦人騎著單車過馬路 沙石車駕駛疑似因為視線死角 並沒有發現騎士 因此就將人給撵了過去 婦人臟氣外露 當場身亡 這名肇事的駕駛 雖然沒有酒駕 仍被警方以業務過失致死罪 移送偵辦